今年时段内 捷克共和国可以被称为是表现最为成功的经济体 其经济与中欧和东欧等经济体具体情况如何呢 今天与我联系讨论该话题的嘉宾是尤金 首先谈论一下匈牙利 大国央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那么您对于匈牙利2016年经济前景有何预期呢 今年时段里 匈牙利经济仍然能够实惠地利用到欧盟的投资基金 该基金之前被欧盟建立所覆盖的年限是2013年至2017年 明年可以说是匈牙利能够再行使用的最后一年了 从投资角度来看 该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发展中 但还是有一些进步 一旦投资基金使用到期 那么投资的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糕 特别会在每年年初和季度转换的时候比较明显 另外一方面 消费处于相当强势的状态 油价下跌带来不错的刺激 此外 银行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消费者的变动 在瑞朗 与其他货币转换的费用上出现了一定的缩减 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又是一个好消息 出口行业 给匈牙利经济带来不错的刺激 不过总体上来看 匈牙利经济将逐渐放缓 明年我们预计GDP增长为2.1% 今年增长是2.5% 波兰事业率水平创下历史新低 欧盟委员会仍然乐观地估计 2016年和2017年期间 波兰GDP增长会达到3.5% 那么您认为当前波兰经济有没有弱点呢 就当前来看 波兰的经济情况要比较好 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 同时鉴于德国经济的稳固 外部需求也处于强势的状态 明年对波兰的投资将会减少 同样是因为欧盟的资助计划到期 新的方案开始将需要一年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不过波兰政府计划执行一些措施 来刺激国内的消费增长 中期时段内 波兰经济增长有一些风险 这与其正在规划的减排政策和机构改革 即将到来有关系 同时独立司法系统的变动 也是存在一些风险的 捷克继续维持利率在0.05%水平不变 财政部长安德烈·巴比什认为 捷克经济表现良好 该国拥有欧洲最低的赤字和债务水平 那么情况是否真的如部长 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呢 捷克的经济可以说是 欧元区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 其经济增长速率仅次于爱尔兰 我觉得部分原因 在于2012至2013年 曾经执行过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之后 现在捷克实施稍微有些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使得经济基本面出现好转 德国经济增长 使得捷克的外部需求得以增长 可以说该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的经济增长期 内部和外部的表现都比较强势 而且捷克的财政赤字比较小 负债比较低 财政部长的预期完全符合现实情况 明年由于欧盟投资减少 我们预计增长会略有放缓 因此GDP增长预计在今年的 百分之4.4的数值实现之后 会下跌至百分之2.6 但是季度前景内 数据仍然还是强势的 在东欧国家中 捷克无疑是状态最佳的国家 由今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